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继续关注由中央电视台为您转播的世界男篮锦标赛阿根廷和委内瑞拉A组的小组赛 那么现在比赛进入到第二节阿根廷是领先8分 应该说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啊 委内瑞拉是首风过于不顺啊 被阿根廷在内线是牢牢的前置住 外线投篮呢 机会把握的又不是特别好 卢哥就是中东拉到外线希望队友能够突破 但是阿根廷的防守内线跟水桶一样 你要想随便的说 传球的时候不注意啊 这都是很容易被断掉 而且阿根廷最喜欢这种 你传球我强走一强走马上打一反击 就这个和阿根廷的防守的其他队员的协防也有很大的关系 他其他几个点都被卡死了 现在这个点看似略略松一点 但是其实防守队员是警惕性很高的 你一旦出手马上就能够冲着球路去 看来是斯科拉的一次 这反击过程当中的这个带球撞人 那么实际上这个目前在带球撞人 这个阻挡犯规的概念上面 我觉得真的是必须赶紧澄清一下 因为现在很多就是很多人在看球的时候 可能会对这个非常疑惑 说到底什么是标准 那么昨天看中美的比赛也是这样 有一个非常 就是姚明的有一个球 也是跟刚才斯科拉一样 哗回来打反击一条龙 到那边是啪把人给撞倒了 拍过了两个人 然后姚明非常生气说 跟人说为什么判我这个进攻犯规 但是呢 通过这个慢镜头显示 确实人的双脚没有移动 就在碰撞一刹那间 我是非常稳固的两个脚是在地上 跟你一撞我才倒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是进攻犯规 但是呢还有一个球 就是说姚明在挡别人的时候 防守詹姆斯的时候 对詹姆斯有一个球 非常大的一个送肩的一个动作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判了他的一个阻挡犯规 说姚明非常生气 说为什么就是我站得好好的你 说我是这个阻挡犯规 但是慢镜头显示 詹姆斯在和他撞的时候 他的脚左脚还没有站稳 然后左脚站住了 右脚又抬起来了 那么这种动作 裁判现场一定是判你是防守犯规 所以只有唯一的标准 就是说在双方碰撞的一刹那间 防守队员的脚 有没有站稳 就同时站稳在地上 你如果同时站稳了 那100%是对方的进攻犯规 无论说我们有时候说理论上会讲的非常的好听 说我是第一个站去这条线的 那个是从旁边侧移过来挡住我的去路 没有问题这些都不是标准 真正的标准只有一条 而且通过NBA也好 通过目前市井赛 我们看了大量的比赛 得出的结论说 全世界的裁判都在执行这条标准 就是身体碰撞的一刹那间 你双脚有没有动 那么现在就是说 很多人可能会在这个时候说 那裁判不攻黑哨 其实没有那么多问题 就是一个概念的掌握 有时候把这条一条概念想的太复杂了 可能性想的太多了 反而会造成这个就是混乱 而且在打球的时候 因为我们中国队员是非常不善于使用 这个创造进攻犯规这一条 就是对方快攻过来 或者说突然转移以后 突破到篮下的时候 你补防的人 其实是很容易可以造成对方的进攻犯规 但是中国队员第一个是怕碰撞 就是在相撞的一刹那之间 你的身体会滑下 就好像有一个躲的镜头 你只要这一躲 这已经容易给在你概念 就是裁判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误导 对 有可能你的脚没动 但是你的身体在动的时候 他认为你是犯规了 其实你是怕他 因为美国队员像他们那种身体很结实 他撞上来真的有可能把你给撞了 就是哪受伤啊 肋骨啊 或者说这个腿啊 膝盖啊会撞的 所以有时候能看到那些勇敢的队员 能够去做这种双脚稳固的战地上 能够迎接你的这一撞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勇敢 其实有时候这也是一个气势的比例 就是我不动 我就是不动 反而压力就落到对方身上 他自然而然就生生俱意了 那么在这段时间 委内瑞拉刚才又是卢哥 其实现在 委内瑞拉主要还是依靠卢哥这一点在打 卢哥呢 因为他内线的这个说本队的这种优势 唯一的一个就在于他在内线 因为他外线刚才我们说迪亚斯 因为岁数大 38岁了 卢哥呢 今年岁数也不小 但是呢33岁 说经验方面两人都差不多 但是从个人的身体优势上来讲 还是卢哥更接近来放一点 这个委内瑞拉在就 整体的战术的配合意识上 并不是特别明确 这样的话对于三分线外制造机会来说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你要说让 比亚斯在外面有很多的机会 让他靠自己的体力去满场奔着 找出机会来 实在是有点困难 反正看他们跑这个三分球 我觉得看了跟中国的 把三分球都去呗 这都是站着 说我传球 我传传传传了 还是别人能够补到你这个位置 所以三分球的命中率是不高的 你这个一定要有外线的这种无球眼铺 要挡了 你看你现在是 你看外线 你看他基本上都是 都是应该非常爽扮的在移动 然后又是一个三分球 这种机会之下 让阿根廷的球员 在对位防守的时候非常的轻松 四克拉今天是内线锁散无敌 他的风投比例是吉诺比利一来出的 要要胜一些 这种阿根廷今天在委内耳拉船接球上 施加的压力是非常的大 这场球看的就是 就是上半场他那现在才让人觉得很索然无味 为什么呢打球他没有高质量 他不是对抗 他是一种一种高压之下的一种很无奈的一种挣扎 那么所有的进攻都显得非常的勉强 其实阿根廷队弄的也是世纪好像不是很旺盛 因为他打起来 因为没有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 激发他的这种战斗力 来一下暂停了 这时候因为比分开始曾经有过12比10 我们是球 我们是球 他不像这个赛黑和立陶宛 就是因为这种 就是说国内球星 多年在海外打球 人才的这个流失比 他在国内这种没有形成固定的这种 就是一致力量 那么等到一旦要国家队打球了 你们回来 临时训练一两个礼拜 然后就出去打球 这时候呢 人的心思都是不一样的 我想这个事 他想那个事 那么一到 就是遭遇战 如果遇上强队 啪一下就输了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 现在应该说 这种传统强队 现在在这下高楼 你别看他们在人家打球的人有多少 反击的速度也不快了 觉得好像是连反击都不像阿根廷了 对 不像说我们以往在像去年斯坦克维奇上看到这种行云流水的 对 现在的阿根廷基本上是就是说一个替补班的 11号是普里教尼 然后斯科拉在内线登阵 然后有15号 这是过卡维西 这一套完全是这个二号版的 不是这个首发的这种了 只有斯科拉是一开始首发上阵的 因为斯科拉今天说实话在内线表现的也的确非常抢眼啊 不但是进攻是非常的流畅 而且在遏制美内瑞拉的内线的时候 作用也是非常明显 这种情况你说都上不进 这是6号米亚雷斯 这是一个空位 就是也是对里头比较出色的这个后位 就是和这个迪亚斯作争外线 这时候委内瑞拉已经是对斯科拉在内线已经是没有什么办法 这是一个很年轻的 犯规的是一个很年轻的那个中锋 2米05 我们看刚才那颗球 米亚雷斯上篮似乎是被阿根廷追防上来的球员拍到板上了 还是拍了一下 而且 而且委内瑞拉这个球队感觉在本季市井赛上表现的也是有点起伏跌宕 第一场比赛就输给黎巴嫩 也是 然而觉得有些出乎意料之外 其实当时说是冷门的时候呢 我觉得倒不是冷门 因为黎巴嫩队的身体素质也非常好 然后他们的战术素养啊 咱们在亚锦赛都碰到过 是一支非常强的队伍 他们的这个外线10号前锋哈迪布 他曾经就是被NV的好像是快艇队 洛杉矶快艇队去这个向宋去试讯过 那么沃格尔就不说了 是中国的老队队 这个 但是呢你要是放到南美的这个世界范围里去和南美球队比 到底比委内瑞拉强多少 他不知道 但是一碰 但是他们就是赢了球以后 说冷门 我觉得不见 因为委内瑞拉说实在 你现在看到这个球队 才是他们真正的实力 那么要说人员呢 非常老化 就是外线的迪亚斯已经38岁 中锋 卢哥已经是33岁了 那么其他的年轻的 像刚才范围的11号 这个米亚 叫米亚里加 马里亚加 这个是中锋啊 11号 他呢才 21岁好像是 22岁 那么 整体的这个清潮附际非常严重 你说黎巴嫩就比他差吗 我就不觉得 但是呢 昨天这个 我反而觉得就是这个 委内瑞拉昨天赢了一场球 尼日利亚 对 而且尼日利亚之前是赢了赛黑 对 说这个才是冷门 对 这个比较有意思 昨天那场我觉得应该是冷门 倒不是说委内瑞拉应该赢那场球 而是说 他确实发挥出了高水平 尤其是第一天 超差的这个迪亚斯 就是全队的外线核心啊 迪亚斯 在昨天打那个 呃 尼日利亚的外线三分球神准 嗯 石头六种 然后全场他一个人拿了24分 这时候呢 这个队就有具备了赢球的实力 因为非洲队啊 尼日利亚队也好 三雷加也对啊 他们所有的这个特点都是一样的 就是先好坏非常鲜明 好就是升级好 坏就是基本功 技术操了 对 活不够细 啊 所以呢 我们再过两天要碰这个 就是大后天要碰三雷加 嗯 就不用触他们 因为这个队呢 说实在的 他是投篮水平是比较差的 你就让他投三分 然后投两分 投两分 他不中场 篮板最好能快速 而且对于我们来说 说实话 我们属于亚洲球队更善于去 在区域的联防方面做的比较好 那么对于他的身体强 突破能力强 这些方面 也有一定的遏制和克制作用 而且我相信 姚明到三雷加尔那场比赛呢 他的这个 篮板球肯定又可以创业新高 就因为 这个队投篮出奇的不准 不准的话 就是篮板球特强 而姚明 他自己的身高 和对方身体的高度来比呢 就是强度来比呢 我觉得身高还是占入性 所以呢 到那天打三雷加尔 是应该必赢的 然后呢 就是看这个斯洛文尼亚 跟明天打不动的一个 等哪一场 是吧 你中国队现在的情况 也是挺挺微妙的 那接着回到这场比赛啊 场上现在是 委内瑞拉又投中一记两分 又是卢哥 35比19领先16分 阿根廷这头是回头就打一个 感觉应该是 其实委内瑞拉 你看又是出现这种情况 没推 这个球没推 但是呢 台湾可能睡着了 因为 他比赛 索然无畏 台湾睡着了 他犯规没看见 就是打到上半场 已经快要领先 达到20分之多了 而且感觉现在 阿根廷场上的这帮 年轻的 更年轻的这帮 替补的队员 第二阵容 打的也是 非常有活力 因为距离第二阵比赛 还有50秒左右的时间 好球 好球 这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委内瑞拉的 内线的小范围 传接球配额和 阿根廷在快下时候的 这两次 长距离的传球 因为你想啊 质量是明显不可同意而已 这个球下的时候 它是三个人下的 委内瑞拉退的时候 是一个人退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四个人在后面跟着 跟那儿散步 所以呢 就玩了一个长传 再回传 这种球 我觉得确实带有 相当多的 观赏性 对 你看这老大门都坐底下 哈哈哈哈 斯格拉 基诺都坐在底下 这个球确实也是 今天是让阿根廷的一些 二线队员多上场 体会一下这感觉 因为谁都不知道 今后像这个几个球星啊 大开球星啊 在遇到更强的队的时候 能不能会不会 有一些意外出现 说受伤啊 犯规过多啊 那么剩下来一些人 就该顶上去 这个队呢 阿根廷本来 他打球的人就比较多的 这次的三线快攻也是堪称是 今天非常最漂亮的一次传接球的配合 很厉害 篮板 篮板不占优势 不占优势 华根廷呢 有点就是 跟那儿斗死号的样子 就是觉得好像 打得也很放松也太玩了 就是跟你斗一下 但是呢 又觉得无精打采 确实不在意荡次 伟内瑞拉这些球员呢 大部分在国内打球 然后他们呢 人才比较少 所以呢 也没有往外输送球员的这种传统 没有听说过说 特别有名的在欧洲啊 在美国啊 打球 好像似乎 伟内瑞拉有过一个 去年的这个 美洲杯里头拿过最佳阵容 但是今年好像也没有出现在 队员名单当中 看最后的十几秒 现在赢的球比人家得的分多 嗯 好了 这一球 比亚斯还是三十八岁老将 稍微有感性 好的 那么随着这一球没有投中 是39比22 上半场已经结束 稍事休息之后呢 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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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